宣誓和選主席 但後來宣誓時都比原定的時間長 當中都有些爭議 後來選主席時有關梁君彥的資格 爭議也很大 後來一片爭議聲中 最終是梁君彥當選了主席 不過整個會都開了超過七小時 另外有三個議員還未完成宣誓的程序 可能要在下次大會回來再做 對於整個情況 大家可以加入一起討論 1723至1723至1點 看現在立法會的現象 今早請來了兩位嘉賓 兩位立法會議員分別 就是青年新政的梁仲恆 早 還有熱血公民的立法會議員 鄭崇泰 早 早 不如先和兩位談談 第一部份宣誓的過程 先和梁仲恆談談 你昨天有幾個舉動 可否說一下 首先為何你要展示 陳維安就華的標語 你覺得張是什麼 披肩 披肩 為何要展示張披肩 以及為何要有這樣的字 在上面 只是時裝的 其實我想不同的時代 也有不同的議員 例如在衣著上 去展示出一些 他們所相信的一些訊息 想展示給香港人看 所以我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字眼上呢 我昨天展示的披肩上面有 《Hong Kong is not China》 有一個其實就是 蘋果不是橙 很合理 事實陳述 我不知道 陳維安後來有朋友補回一件事 他就說 那時候 他就說 喂 你這樣 我有權懷疑你 就是不理解一個細詞的內容 我就不知道陳維安先生 根據一個什麼評論 可以說得出這一句 柔衛貞也有展示披肩 但他又不是藍上身 他放在桌子前面 那個又怎樣 是不是同一件 同一件 那個披肩又不藍上身 又放在前面 又變回標語 在那個情況下 在柔衛貞的個案 每個人有 我想我們都有獨立的做法 他和我也有少許不同的分別 而且因為我是先過柔衛貞 然後我是不行的 他稍稍改一下 看看有不可以 但稍稍改完又是不行的 不是更差 你放在標語 原本披肩你也過不了 放出來標語 機會更小 你又沒有準則可言 沒有所謂嚴重性 即你有準則才有嚴重性之分 但是也沒有準則 你還是逐樣試一下 其實也不行 另外就到讀內容的部分 昨天你有一個宣誓的內容 我們不如這個時候聽回昨天你的宣誓的內容 是怎樣的 再一起討論 梁仲恆議員 你這樣做是沒有權為你監製的 我指的是 Lung Chung-Hang 我指的是 Lung Chung-Hang 我指的是 Lung Chung-Hang Hang-Hang in full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onestly, and with integrity 你宣誓的時候展示有關香港is not China的 令我有合理懷疑你是否了解立法會實現 你這樣做我是無權為你監視的 請你先回座位,我會請下一位議員 剛才聽到就是作用梁頌恒宣誓的過程 第一次的時候你有提過香港Nation 後來就沒有了,為何一回事?為何要加上這個概念 第一次跟其他議員的動作一樣 我的解讀就是未開始整個宣誓 陳偉安覺得我開始了 所以後來其實中間有一個小插曲剪了 我都說我未開始了 我跟陳偉安說 然後繼續讀原本的誓詞 這個就是基本上在憲制下,因為根據2004年 那時候法官的判詞下 憲制的那段是在這裡讀完 我記憶當中我應該沒有讀任何一隻字了 所以後來不知道陳偉安就是覺得我 那支旗就說 你不明白你的誓詞正在讀什麼 那我不知道我的英文有沒有差到 不明白誓詞正在讀什麼 他有什麼判斷可以判斷這個 咬字那裡,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你不是到中國的當時 是口音來的 每個人有自己的口音 難道有些意願廣東話都不正 難道我歧視他不讓他宣誓嗎 昨天也有些意願廣東話是不正的 沒得這樣 不過剛才討論那個 你講時裝披肩的時候 我留意到你說的展示的字眼 剛才你讀得很正的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如果是一個口音的話 應該經常都是這樣讀的 剛才你讀那個標語的時候 你在讀China 很清楚的 我留意到 很努力地去學習 因為昨天的口音似乎大家 都有很大的反應 我努力地糾正我的鴨利洲口音 我會繼續努力 現在這個口音還掉了嗎 努力糾正之下 努力糾正之下 因為口音用了30年 其實很難改正的 我鴨利洲也住了22年 但剛才看到一個例子 其實你已經說正了 如果用這個字眼 下個星期如果再宣誓的時候 是否可以說正呢 不知道 剛才已經成功示範了 盡力 我其他字不知道 讀不讀得正 還有是否還是用英文 陳維安又說到我 這麼不明白那個細詞 可能他覺得我英文差 不明白那個細詞的內容 我不知道之後主席 又會不會覺得我英文太差 又不明白那個細詞的內容 可能轉用其他的語言 雖然你這樣說 其實你問我 但我不相信是口音問題 我覺得是一種表態 你知不知道 Gilla 對你來說是甚麼意思 Gilla 其實對於我來說 是口音 如果這個字眼上 可能你心底說China 你說 但說了變另一個字 但這個新的字 你知不知道 它本身的含意是甚麼 其實有很多個含意可以解讀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一點的 就是在日本侵華的時候 它就會叫做Gilla 推翻早一點 其實孫中山當時 在做海外遊說的時候 也是用上Gilla這個字眼 甚至乎今天 如果大家去到南歐的國家裏面 他們跟你說英文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拼了China 所以其實是很多個不同的解讀面 那些南歐人跟你說China 你會不會覺得 你英文不正 你歧視我 不會的 今時今日 如果說回香港這個地方 或者亞洲這個地方 解讀這個字眼 有很多中國人都覺得 這個字眼對中國人是有侮辱性的 有人這樣覺得嗎 你知道這一點 嗯 我不覺得 這是一個正確的判斷 而且是一組字這樣看的 嗯 整個誓詞是有 是一組一組字 不是一個一粒字 你一粒一粒字這樣看的話 就再去做一個理想判斷 但是有前因後果 前因後果 就會加上你的支旗 加上那個Hong Kong Nation 是People Republic of 嗯 是的 那究竟是對人 對國家 對政權 即使大家覺得我這個發音 是怎樣也好 其實在對哪一個都 相當清楚明白 對政權的一個控訴 只是昨天這個機會 我不可以這麼說 好的 是的 我真的不可以這麼說 好了 當時聽到梁仲恆 解釋昨天的宣誓過程 另外就是鄭松泰 昨天的宣誓 你也有加料 我加了幾句 自己的政治理念 以及一直以來推動 全民制憲運動的看法 嗯嗯 加料是必須的 你覺得在今時今日 如果在這個陣營裏 昨天有15個議員 有加料 其實越來越多 加料這個行動 我想整個宣誓 滿足的形式 在過去 就像剛才梁仲恆所說 是基於2004年 那個法院的判決 就是說 如果你滿足了 誓詞的內容 前後一些 理念的宣誓 其實這個不是 在你滿足的 宣誓形式的討論裡面 尤其是關於 你穿什麼衣服 衣著 展示 什麼標語 其實是無關宣誓的形式 就是那個誓詞的部分 所以我想 前後去 有些宣誓理念 這個是 作為一個 香港公民 基本有的 言論自由的立場 再說的是 你作為一個代議士 你是代表著 某一些 你自己的選民 或者政治信念的人 在議會裡面 我覺得 前後你有一些 政治理念的宣誓 不是什麼問題 但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場合 去做一個 政治理念的宣誓 就是選擇宣誓這個 因為始終宣誓 一個莊嚴的儀式 在這個儀式的前後 我覺得你要表達 你自己堅定不移的立場 這件事是無庸置疑的 再說的是 你看回秘書處 他的處理 他都會認為 就是前後一些的家冊 其實根本不太大一個問題 這是一貫以來的習慣 再加上就是 按照我們的議事規則 根本就沒有這些規範 我們是一個普通法制的地方 所以 根本就不是太大一個 重點的討論 我看到你提過一點 就是說 你不認為宣誓儀式 可以達到抗爭的效果 這是什麼意思 我講的是 一些象徵式的表態 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不是一個抗爭 只是一個立場去宣示 這樣我相信 在過去幾年 其實香港人 一直以來的街頭運動 已經很清晰明白 否則 我們都不需要推動一個制度 由基本法的憲制危機去處理 去著手 兩張人同意這一點 宣誓不是一個帶來抗爭效果 實際上是 實際上是 它是一個儀式 也是趁這個儀式 其實是去表達一些 你認為對的東西 不是抗爭 但昨天都看到大家 有很多形式去表達 不是帶來抗爭 其實是 宣示 我經常想不通的東西 就是既然要宣示立場 大家各樣都有很多機會 將來也有很多機會 選擇在宣誓的場合去做 總有些意思 又不是想帶來抗爭的效果 或者我用最現實的答案回答你 昨天宣誓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未有主席 因為昨天是立法會的首日會議 未有主席 今天已經是梁君賢 在做我們立法會的主席 未有主席之前 其實 我不知道之後的主席 會是怎樣 但未有主席之前 其實是沒有人能有權利去決定 我們那時候的一些宣示 是不是所謂擾亂議事 聽秩序那類型的事情 如果他覺得你擾亂議事 聽秩序 他就可以趕來出去 兩個年過往也在來回有不少的例子 所以那個其實也是一個 最後阿sir未來到的一個環境 其實可以是比較容易地 說到自己想說的話 蔡重泰呢 我想是第一天的議會 以及這個宣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尤其是我們作為一個民選代議事 我們不是說 我們宣誓是向這個政權或者政府服務 我們宣誓是將我們政治的理念 以及選民投給我們的一票 我們民意的資金大合議會 所以就是說 在那個宣誓之前或者之後 去將支持我們的民意 去重新強調一次 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兩位都覺得你們昨天的行動 都得到你們選民的支持 都希望你們在這個宣誓的場合 用這些形式表態 大家都覺得 但是 我就這樣立一立Facebook 就還可以 大家都期望 特別是 因為我們 陳偉安覺得 我的第一個誓詞 以及 我說我未開始的一個政治標語 其實我們想去 捍衛香港民族的權利 這個其實也是 回到我們 整個民族運動的核心 就是 香港民族的 identity 所以 這個是 期望 這個 跟選舉綱領掛勾的事情 應該是我們支持 就是期望我們做到 起碼是去展示這個立場 我嘗試把那個討論 拉遠一點 因為其實為什麼昨天的宣誓 是需要有這樣的立場展示 因為在選舉過程期間 尤其是選之前 都有一些政見審查的情況 亦都在過程裏面 是出現到的 就是說很多一些 就是惡勢力或者黑勢力 是對於候選人一些的干擾 和一些的威脅 人身的威脅 所以 在今屆的選舉 大家都可能有個印象 就是 你們作為一個 就是 已經贏了這個議席的議員 一個候選人 已經準備進入這個議會 你們是不是 最終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 你還是臣服於政權 還是你對於制度是有不滿 所以你究竟用什麼態度 是面對著你這個身份 而進入議會 還是你進入之後 就成為建制一部分 就將你這段時間 所遭遇一些制度上的打壓 以及一些不公不移的情況 完全是抹豬腦口 所以我覺得今次的宣誓 只是再次在象徵上 重申我們的立場 一個堅定的立場 就是說 我們入到建制 這個制度裡面 不代表我們成為建制一部分 我們依然是站在香港人的一邊 所以我覺得整個討論就是 不可以只抽中間的片段 你宣誓的事情做得對嗎 應該看回的就是 究竟我們香港經歷了什麼的情況 我們的議會變成今天這麼不堪 這個是所有香港人的共業 不是說我們作為一個議員 我們議員進入之後 我們這樣做 就要我們承擔我們的效果 而是實際的 大家投下這個信心的一票的話 這個是香港人的選擇 既然是香港人一起承擔 但宣誓怎樣會帶出 剛才你那種擔憂呢 如果就這樣跟回誓詞去宣誓 就會令人覺得你臣服於這個制度 正如我剛才再說一次 這是一個象徵的立場表態 再次強調我們一直的信念 所以我覺得整個討論 不是說應該再強調 在那個形式 用什麼儀式去展示 我僅此討論 就是去到一個象徵表態的尺度 但你說再進一步 你應不應該這樣做呢 坦白地說 香港政府 或者我們的議會的秘書處 有很多事情都不應該這樣做 在過往議員的宣誓 其實秘書處不會向傳媒 向大眾發一個通告 議員應該什麼什麼 應該遵守ABC 但現在會 已經變成好像去到中小學 上學之前 即叫你準備來 入營新營 你有什麼不應該阻學 不應該亂跑 不應該講粗口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令到我整個議政水平 和整個議會的地位 拖低了我的感覺 梁綜恒你還未完成宣誓 接下來都要回來 現在有什麼具體想法 還未有想法 謝謝 幾個部份正在做 第一個 昨天和我正式 走秘書處 那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我在問他們 拿他們的法理依據 這個是問法律顧問那邊拿 另外 跟自己那邊的法律團隊 其實都研究 是不是中間有些不符合議事規則 或者不符合基本法的一些過程 是發生了 不論是宣誓那部份 以及之後選主席那部份 因為在議事規則第12條 寫得很清楚 就是所有出席的議員 完成宗教式 或者非宗教式的宣誓 他要不就不覺得 然後才會下到第二部分 就是選主席 他要不就不當我是議員 要不就不當我出席了 不然他也要等我完成宣誓的儀式 他才可以下到第二部分 然後選主席 然後主席又會看回我的宣誓 即是 我沒得選一個會影響到 我能否宣誓到的人 然後 整個邏輯很奇怪 所以這個部份我們也會找到 特別之後再選主席的時候 有一些衝突 我也不知道為何他可以阻止我 進去會議廳 究竟是保安他自己的動作 還是秘書處下令 還是當時代代代主席 石禮謙先生下令 其實都要有一個交代 如果再回來要再宣誓 宣誓的模式 有甚麼想法 陳米安有的判斷 陳米安有的判斷 陳米你聽到了 再想多一會 因為可能語言也變了 可能講第二種語言 英文太差不講 還有甚麼選擇 普通話 普通話和廣東話是可以的 不過看看其他語言會否做得好 好 我們有兩位嘉賓 有梁仲恆和鄭松泰 聽聽聽聽聽的意見 先一位林先生打上來一起聊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請說 沒有什麼 我講一講 宣誓 你不宣誓要怎麼做議員 是吧 嗯 那你一定要做宣誓 你才可以發出他的意見 還有我講講 這個世界任何東西 都是相對的 嗯 有政一定有犯 有好電話 吃的飯多也不行 因此共產 你因為他太過要求公平 做生路不做生路 很壞了 嗯 好了 其實好像 在立法的要求很 很… 這個…很高興 那又是不行 只是監管沒有用 不只想用 嗯 而… 宣誓那裡怎麼看 其實 啊? 宣誓那裡你怎麼看 覺得議員也應該先做了些程序 是啊 他應該先做了 他應該先做了 是不是 因此 因此我們呢 爭取的東西 嗯 一定要是 就是 大家 做一個平衡 嗯 現在有沒有平衡 現在沒有平衡 不是 這事是告訴我們 現在自冷戰以來 結束以來 所謂的民主都 所謂的民主都 所謂的活力化革命 嗯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以過度民主 那這個事實 我們不要說 不要說事實 OK 林先生聽到這裡 兩位有沒有過度民主出現 兩位簡單說 昨天的過程 我就看不到 任何的民主成分是存在的 嗯 梁君賢主席的票數是 38比0 我沒有記錯 嗯 那你就知道 這個是 在哪裡會經常看到 這個在人大那些投票 就會經常看到 那些幾百比0 那些 OK 一陣子投票的時候 就有些泛民議員 都離開了那個 投票的場合 那這件事 我們一會兒 新聞回來 我們去仔細一點談 17231 之後繼續會有 梁重恒和鄭松泰一起討論 選主席那裡 昨天也有一片混亂 怎樣看昨天的局面 或者是鄭松泰說 其實昨天的局面 對於大眾市民來說 第一天開會搞成這樣 其實都幾不堪 但我想大家都會清楚明白 就是 選主席搞成這樣的拉鋸 那樣的模樣 是純粹是因為建制派 甚至有說到 就是中聯辦是牽涉在其中 是硬要推一個功能組別的議員 梁君彥入議會 去做主席 那梁君彥他是 四屆都是零票當選的 功能組別議員 那我覺得 就是建制派 無論是建制 或者非建制派 都有更加好的人選 去推舉出來 去選主席 昨天是沒有必要的 是硬要令到做王 做到梁君彥去當選 我覺得純粹的責任 大家清楚的就是 在那個政權 以及在建制派的身上 但始終他現在數下去 是夠票做主席 始終都會贏 那議會距裏面有功能組別 還有建制派佔大多數 這個大家一直以來都知道的結果 所以你說到裡面說 你舉誰都可以 最後投票就由這個議員自己決定 這句話是抽離了我們的議會現實 我們的限制就是 建制派佔大多數 還有功能組別的存在 梁振雲你怎麼看 其實少許 資訊上面給聽眾 第一個就是 其實立法會的主席 有兩行要求的 40歲 以及他是沒有外國居留權的 香港永久居民 昨天為何爭端開始 就是 其實 由梁君彥的國籍身份 即是有沒有居留權 開始 由基本法去到議事規則 其實都很指明 就是不能夠擁有外國居留權 其實就是相當奇怪的一個情況 例如我去參選 學生會 我也要交下這張學生證 我去參選 立法會也要交下這張身份證 有什麼理由 為何去報名參選的時候 大家是否沒有查過相關的一些限制 原來你是有沒有齊這些東西 你沒有的話 你很搞定 才會再有往後爭端 究竟當時執行的部分 即秘書處在這個位置 究竟是否檢查了一些東西 還是有去隱瞞一些東西 這個也是要去查的地方 第二就是投票其實有兩個部分的構成是最重要的 候選人的資格的問題 以及誰負責選 選民的資格是什麼 剛才上一節也提到 第12章的議事規則是講得明白的 就是過完宣誓之後才有選主席 他未完成宣誓的程序 不知道為何他又可以彈到選主席的位置 因為始終有些人未能宣誓的話 而他宣不宣誓又沒有一個準則 那豈不是說 其實秘書處已經可以決定主席的人選 可以這樣說嗎 秘書處突然說 你們全部的宣誓是不行的 然後他就可以決定主席的人選 這樣的情況下 是否一個合理的做法 其實很明顯在基本邏輯上 這方面也不成立 所以在候選人 候選主席的基礎上 和選的基礎上都有問題 講國籍的部分 之前也質疑梁君彥是否真的 已經成功申請不要英國居留權 最初他給了一些文件 你們看上午的時候 那些影印本 後來就有一份正式的官方文件 來了 看完第二份官方文件 覺得釋除了這個疑慮沒有 兩位覺得 國籍的部分 我問 我看完第二份的官方文件 你可以說法律上 它是申請了 但其實最後那份 不是一個正式的表格 那個正式回來的表格 你應該是有一個英國的移民局 和這個移民局的印章 那份表格 其實只是有一個日期 就是什麼時候寄過去 但別人那邊的政府 政府部門的印章 是在那份表格上沒有 但我覺得這樣 其實昨天的爭議 不是法律程序 或者在那個規章上 他對於主席的程序上 會不會滿足那麼簡單 而事實上 這是一個政治上的爭議 你沒有可能 一個主席 是由功能組別選出來 因為他沒有民意監察 一定程度上 民意監察都沒有 去選主席 在這四屆裡面 如果他任何的表現 是完全是橫向來的 香港市民是給不到壓力 因為你不能夠 透過你的選票 是篩走他的 另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是一個政治問題 你沒有可能接受 一個英國人 做你的主席 現在是香港人的議會 因為大家清楚明白 你要明白一件事 他這個國籍 和居留權是兩個部分 他現在取消了一個國籍 但其實他可以 是無限復活一次的 即是說他取消了一次之後 在英國的移民法和國籍法 他可以申請多一次英國護照 拿回那個英國居留權 即是他的英國居留權 本身保存在 他只不過現在沒有一個護照 如果要完全釋除大眾對他的質疑 對他這個英國人 在議會當主席的話 他應該取消兩次的國籍 取消兩次英國國籍 即是不能再申請 是的 不能復活一次 那你就真是安安分分做一個香港人 那這件事當然有些少許殘忍 但事實上就是 你沒可能接受 即是有一個不太好的文章 港英如孽 在我們的議會裏 這件事是荒誕的 對於建制派 或者一些政府 建制支持者來說 他們都沒辦法相信 原來只剩下英國人 在議會裏當主席 梁壯 國籍那裡是否解決了 那份文件 足不足以說服你 已經解決了你的問題 這樣說吧 例如去到我參選 我參選 如果不見了身份證 我都會拿一張行街紙 我相信選舉委員會 才肯放過 如果我拿著一封信 說我正在拿身份證 那現在的行街紙 是三點多拿來的那份 三點多那份 剛才泰博說了 其實國籍和居留權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 剛才泰博也說 有些困難的 雖然有些困難的 但我昨天提了出來 例如我們會有一個直選的議員 我們一定不可以有 這個不是困難的 如果我有這個問題 我也要放棄 我補充一點 他在爭議上 有一件事 就是他功能組別議員的身份 有沒有問題 都已經是一個爭議地方 因為根據我們 看看資料 以及選舉事務處的查詢 選舉事務處不肯回答 我們一個回應 就是他去報名功能組別的提名表格 有沒有提到他自己有英國國籍 這件事在選舉期間 有沒有失實聲明 就已經是一個傳而來 即是我要去跟進的時候 我就要問一件事 究竟他功能組別議員的身份 會不會他去報名的時候 是虛隱了 隱瞞了 有英國國籍的身份 是的話 其實他應該沒有功能組別議員的資格 所以這件事是可以更進的 我沒有看過他們的表格 他們的表格有沒有這一項申報 要填寫要這樣申報 因為他只限制12.5%的功能組別議員 是有這個外國護照 外國國籍 你當然要申報 如果過了的話 人人都隱瞞 大家不知道有多少功能組別 是有外國國籍的 OK 另一個大家關注 就是昨天梁耀忠的處理 因為當初就按資歷 梁耀忠做代主席 但做到差不多 他就放下不做 就說交給下一個做 石禮謙做了 那梁耀忠後來的處理 在網上也有很多人質疑他 為何不做 兩位怎樣看他的做法 意識上面的根本問題 我用問題這個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對 因為其實 我想在議會的工作是困難的 是艱難的 就算我們想去做很多議會的抗爭 也好 我們昨天想進去開會 那麼簡單 我跟尤惟晶對著 可能十個保安 守住門口 只有這裡這麼寬 也是這樣 OK 其實是很困難的 其實當有個機會 有個破綻出來的時候 你都不去做 你都不去做好那件事的話 其實下一次的機會 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的 昨天其實我自己認為那個空間 其實已經用踢球的比喻 就是拆空了 已經一個直線給你彈刀 你一腳就給我踢走 就是 對 講不過去 我覺得 我自己的心同感受 就是我自己都傾向網民的那種心態 儘管我在那時候有個議事聽 那時候停在那裡 就是聽梁耀忠他說 他就說 羅冠聰就問他 那你處理這些問題嗎 然後梁耀忠就回答他一句 你又知道我不處理 然後他開始說說說說說 最後就是 我覺得我已經沒有能力去主持這個會 那我要… 根據什麼 我要離職 然後離職就走了 然後就換了石禮謙 那…阻礙不了 對,因為你一放開了那個位置 聽你這樣說也失望 對,你放開了那個位置 我相信如果梁耀忠還在 他不會找保安 不讓我去開會 這個是很基本的事情 鄭松泰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 因為昨天梁耀忠 他受到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建制派就是要逼他 本身大家在討論 是在討論梁耀的國籍問題 梁耀忠的國籍問題 但突然間建制派 又將那個議題 就是一刻轉移時線 就說了梁頌恆等的議員 就沒有權留在議會 於是梁耀忠就面對著這個壓力 就需要去作出這個裁決 我簡單說的結論就是 梁耀忠是不堪的 但梁耀忠是更不堪的 這是整天的 昨天議會的總結 我認為 好,現在直播室就有 鄭松泰和梁頌恆 電話旁邊請來 立法會主席梁耀忠和我們一起聊 早安,梁耀忠 早安,大家早安 好,早安 說回昨天的情況 你那份文件 其實你覺得 足不足以釋除大家的疑慮 對於你國籍 剛才兩位議員都有提出質疑 給你講一講 我想我任何提問文件都有人質疑 這個是正式的版本 那你都要質疑的 那是無話可說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是很誠懇的昨天公佈兩份文件 亦都很夠穩 即時拿到正式的文件 OK 如果三份文件都不足夠 我不知道怎樣叫足夠 但是任何事情 剛才都說 已經是一個政治事件 根本就是用政治來做 但是我都勸勸 其實我們有七十位議員 這七十位議員在未來四年 都真真正正要為香港做事 如果你將自己的基石 即是立法會 它搞到是沒有市民去支持的 講些話是沒有公信力的 到時大家都不能夠做好監察政府 做福市民 但是反過來 大家去做些實事 大家去談 有什麼可以幫市民做到 幫香港現在面對的困難 可以走前一步 其實是一個正面的選擇 我都希望新的議員也好 做足夠的議員也好 不同政見的議員也好 都是用這個比較高一點的標準 我明白每個議員 有每個議員不同的政治理想 政治理念 但是做政治的事情 都是要最終 都是要祝福香港市民 你這份文件已經清楚解釋了 你放棄了英籍和居留權 這份文件是很清晰的 我們很幸運 昨天葉劉淑義議員 他真的是一個專家 其實他已經解釋清楚了 但是任何解釋 你要相信就相信 你要不相信 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就是 事實放在這裡 大家都看到 不管是什麼 做完一波 就會做第二波 一直都是要擾亂議會的進程 這個是不是市民之福呢 我相信大家聽眾 大家市民都可以有眼看到 你什麼時候申請呢 昨天跟你談 你說九月中的時候 但是看那份文件 就說你九月二十二號申請 其實是 那我就填了九月中 我是九月中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事實 事實就是這樣的 我也都可以成本整份的 一開了就馬上給大家去看 你其實是二十二號申請的 你其實是 九月中 我現在要上電梯 所以我可以說到這樣 多謝葉本 好嗎 OK 好 那辦法跟你說到這裡 突然間我都想不到這麼快 要上電梯 要上電梯 他就說說得很清楚了 有葉劉淑儀前保安局局長的解釋 希望釋除大家疑慮 我覺得用常理去想 可能我這樣對梁志祺說 有少許冒犯 但是如果你說你自己是很誠懇 以及對議會有高標準的話 那你不可能就是這個選主席的論壇 由我和其他議員的同事提出 就是說你要有些八字一字的證明拿出來 然後去到那天早上你才是隨便拿兩封 電郵的信 讓大家看著我們的口 如果你真的很誠懇 以及你對議會有要求 絕對不可能接受的就是選主席前一天 以及那天早上才拿文件出來 證明自己不是英國人 最後才拿到他 對 還要最後 還要等你給封信 等到下午四點五點才 把你的申請表格 即是退席的表格拿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 絕對不能夠在剛才口中的標準 或自己誠懇 以及提供議事的標準 至少你都兩個星期前 對嗎 這個我覺得是基本要求 但如果這樣也做不到的話 只是再次告訴大家 請問一下我們的議會 未來的四年是挺難行的 難行就不止你們說 剛才梁君彥也提到 他覺得難行 他就會覺得 老實說第一天的開會都挺亂的 市民也會有印象 我害怕不怕四年都是這樣 如果有些市民希望立法會 真的能夠討論一些民生事項 即政治事項當然也要討論 但也希望能夠 即有推進 起碼討論有推進 有些決議等等 就不是經常都是在那裡 有人會覺得這些細節上 怎樣回應這些說法 剛才梁君彥也提到 希望立法會做實事 做實事 其實偶爾在立法會的建築旁邊 會見到一些不同局局局長 有些是一些比較政治化的局局局長 大家稱之為政治化 有些就是 例如張建宗 他可能做副貧的事情 他就說 其實我們真的搞民生事項 我們不是那麼政治化 可不可以聊聊天 然後我說 張局長你不用擔心 你推一些有利民生的政策 我絕對不會難來 但去監察政府 是不是推一些有利香港人的政策 這是我的天跡 所以其實 大家做好自己的工作範圍 其實就沒有問題 回應剛才梁主席 他說標準的問題 我也希望 他的標準是用於整個 至少在立法會的層面都一樣 如果昨天那種選舉 這樣的宣誓 這樣的準則 都叫做高標準的話 我真的接受不到 昨天一句 我忘記了哪個議員說的 我很認同 昨天那個選舉 比學生會還遺棄選舉 我們以前在學生會的時候 有選舉說 那個門檻 我們要通過的程序 都要更多 昨天那個主席 是宣誓到一個 羅冠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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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希望大家都要提高標準 因為市民 對於我們立法機關 是有這樣的要求 為何做實事呢 證同泰,你怎麼看 實事其實我們正在做 也不需要主席擔心 即是未上任到很多天 最少都可以爭取長洲居民的專用通道 即是連這些 基本上我們認為區議員的議題 都要做買的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兩主席擔心 而且始終一件事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不是法律上的爭議 而是政治上 你不能夠容許 你的議會是一個英國人 這個不是租界政府 我們是租界議會 如果說到立法會的形勢 就的確 建筆老張 可以這麼說 就說接下來 現在選完主席那些 接下來就有 那些事務委員會的政府主席 之前 泛民和建制 就希望有一個協調 談不成了 現在 涂謹申那裏 就說 全部議員都去了 所謂林仁 昨天跟他談 就說 有26個 就已經全部委員會 都進入了 我想問問你兩位 你兩位都不算 在那個 所謂泛民的機制裏 現在你們會不會 響應都進入 各個的委員會 去幫忙爭 這個政府主席 26個 包不包我 不是說進入了 其實 你進入了 原本的概念 在選舉完之後 大家 不同媒體朋友 去問我們 那時候 說進入什麼Panel 我們那時候也提出過 如果策略上 最正確是應該進入 如果你真的視之為 跟親中派別 石板一塊的議員 是一個敵我矛盾的話 你就應該在策略上 要知道自己的陣營 或者是非他的陣營 是一個最有利的位置 永遠都是 應該這樣做 但是開不開到那麼多會 報名入完之後 他們要開會 這是一個承諾 我相信我們出席會議的能力 應該是比其他議員高的 始終我們是一個 真正全職的議員 第二 我想年輕坐都可以坐久一點 石松戴呢 你會進入多少委員會 首先我是一人的政黨 所以是人名見的情況 你說能否進入所有三十個委員會 我都有跟一些泛民和楊岳橋在那裡聊過 我說有幾件事我擔心 我說如果我進入的話 最終我的出席率不夠 去到選舉論壇 你會否拿回這些東西來攻擊我 那你現在說定 我有這些擔心 因為始終我一個人 加上我沒有主流媒體去支持 去到選舉期間 我那些一定會受罷 你進入之後不出席 其他泛民議員 他們可以平均分配的時間 所以我也跟這件事 這個單一同說了 但最終會怎樣選擇 坦白說到今天我也沒有決定 OK 另外還想問問 在選舉期間 其實你們兩邊 我覺得都有些互相攻擊 可以這樣說嗎 選舉期間 互相批評 如果你這樣說 現在也還有 不是選舉期間 今天又不多見 這個 網上世界的東西 留在網上世界 往後你們 譬如佑慧晶 梁頌恆 鄭松泰 這些 外面有人將你們三個歸馬一類 但其實在網上見到你們有事 又會互相批評 你們有多大合作空間 還是你還是繼續一人政黨 鄭松泰 我想作為一個現在 專業的代議士 入到議會和選舉期間 選舉期間 大家互相有些 攻擊或者質疑的話 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你一個成熟的選舉 應該是互相質疑大家的政綱 看法 但你說去到真的已經入到議會 那就是按著議題 大家按著議題 大肆大肆去做 我相信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立場 大家都叫做本土派 叫做 雖然這個名字有點怪怪的 但那個共同的地方 都是廣中區教 梁綜恒簡單回應 非常同意 我想在很大的層面上 和鄭莫氏、鄭松泰 其實可以有一個合作空間 例如議題 移民審批權 教育等等的議題 其實應該是大至99.9%一樣 應該是合作空間 今週多謝兩位立法會議員出席 千禧年代 分別有梁綜恒和鄭松泰 和兩位談到這裡 繼續在香港第一台會有千禧年代 大家